大家好,我叫看山 今天看的看,上乎的山 我来自智利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在智利有人喷嚏的时候 应该说什么 我告诉了一个学习西班牙语的朋友后 他感觉这个智利的习室很特别 好啦,那我给你们捞一捞 有人打喷嚏的时候 我们说Salud 就是健康的意思 可能是在其他的南美洲的国家 他们说的一样的 不过在智利不会辞罢休 如果一个人又打了一次 我们说Vineiro 是咸的意思 如果一个人上野了帽子洗把的话 第三是我们说Amor 是爱的意思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希望这位打喷嚏的人会遇到 健康 闲 还有爱 是不是很有意思 马上有闲 包邮还送安康和爱 比如如果朋友打喷嚏一次 然后二次 然后没有了 那我就会说 哎呀,就两次 你爱没来 打人是开玩笑的意思 那如果有人连着打四次的话 就从第一步才开始 所以呢,第一次是喷嚏 就是Salud 健康 这种情况是跟朋友 家人 同事 之间说 不是跟外人说的 还有呢,我在西班牙 朋友跟我说 打喷嚏的时候 常常说 Jesus Jesus 是耶稣的意思 是不是很有趣 为什么要说耶稣 在拉丁美洲 大部分的国家 也是天主教的国家 可是我还感觉西班牙人说的 很有意思 还有有点奇怪 好啦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Hasta Luego Ciao